大家好,欢迎来到双汇风控 今天是美国时间的大年初一 在这里想跟大家先拜个年 祝大家如意吉祥,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交易进步,稳定盈利 好,跟大家拜完年之后呢 想解释一下这段时间 为什么没有跟大家录制视频 在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有很严重的咳嗽感冒 刚刚才恢复 其实现在都还是会咳嗽的 所以我估计应该在年初五的时候 会完全康复吧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没有跟大家录制视频 同时由于病的时候 也做了几个交易 做交易的时候 没有完全按照交易计划来做 就造成五个连续的亏损 可是在亏损之后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的交易情绪 即便在亏损的情况都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做任何报复性的交易 也没有平凡的交易 那么这个亏损是可以控制的 我长期讲的一个就是说 交易的技巧也是会越来越好 交易的结果应该在你技巧增加的时候 本来是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可是大部分人不能够做到稳定盈利 是因为交易心态的问题 那么虽然我现在是有五个亏损 然而由于我的交易情绪非常稳定 我对这个我们目前的交易方法 跟我们的团队运作非常非常有信心 那这个信心反映在什么地方 就反映在我刚刚注资了20万 在我们本来的10万美元的账户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从年初五 应该年初五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完全回复正常的交易 跟大家录制视频了 所以从年初五开始 我们的交易账户 现在如果你过一会儿 你去看我们的这些连接 在这里的连接 他因为他有点滞后 在按这些连接 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是30万了 那么从年初五开始 我们就以30万来交易 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 在亏损的时候会做这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交易心态非常健康 交易心态健康就会为我们公司赚钱 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 好 今天由于还是会咳嗽 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这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2018万事如意 发发发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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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